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已经是第二天了 汽车正冒着浓浓的烟 怎么也点不着火 手机也坏了 他只好下车徒步行走 想找人帮忙 走了一段路后 终于来到一个街区 进了一家超市 发现这里只有一个小女孩 问他你们这儿的大人呢 没有电源的吗 小女孩说我就是电源呀 女主问那店长呢 这是出了一个 倍儿精神的小男孩说 我就是店长啊 女主有点懵圈 摸了摸小男孩的头说 年纪千斤的可不能骗人呐 他不信 出去想继续找别人帮忙 可看到路边的所有人都是小孩 他们的穿着打扮都和成年人一样 他惊得嘴都喝不拢了 但这些孩子们感觉 他才是那个格格不入的义类 先看大熊猫一样聚拢了过来 这时警车驶了过来 女主还以为救醒来了 可一看人民警察也都是小孩 一个小达人告诉女主 我就是这里的市长 女主听后吓得直接翻白眼 当场晕了过去 这时镜头切换到医院 小医生告诉小市长 女主没啥问题 这时女主慢慢醒了过来 看来她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 小市长带女主来到一间酒吧 台上一个小女孩正在唱着歌 市长给女主点了些吃的 女主确实饿坏了 边吃边发问 这边就没有像我这样的大人吗 小市长说没有 这边也没有能跟外界联系的方法 而且我们都不能离开这里 不过别担心 您的汽车在修车厂保管着呢 修好后你就能走了 这时女主看到 刚刚在台上唱歌的那个女孩 正在一旁死死的盯着她 于是当晚女主就在市长家住下了 可这床太短了 她睡不着到阳台张望 这时又在楼下看到了那个唱歌的女孩 可一转眼的功夫人又没了 第二天问小市长 是不是院子里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呀 市长神经紧张的说 没有啊 估计是你看错了吧 结果到了修车厂 修理工说点火线烧了 但是咱这儿没零件可换 得 这下女主又走不了了 晚上的时候 女主和小市长在路上闲聊着 她没注意到 那个神秘的小女孩 又在不远处盯着她呢 这时女主指着附近的一座楼房问 这个建筑物是干嘛的 市长和她打马虎眼 不是啥重要的地方 走吧 该吃饭了 这时 一阵婴儿的哭声从楼房里传来 女主继续发问 市长说 你好奇心太强了 知道太多 对你没好处 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 女主心里一直惦记在那座楼 偷偷自己一日 溜进这座楼里 推门一看 这里街有很多出生婴儿 而且出生日期就是金街 女主正纳闷着呢 这是市长带人来了 说我警告过你吧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然后就把女主带到一个小黑屋 绑了起来 说从现在到此 你都没法离开这里了 女主心里不明白 自己到底犯啥罪了 小市长也没有明示 带人离开了 女主就这样 被溜溜关了一宿 次日清晨 突然进了一个人 帮她解开了绳子 这不就是那个神秘的小女孩吗 但这时 女主并没有认出她来 俩人出来后跑了一会儿 发现市长又带人来追他们了 小女孩赶紧把女主 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这时女主才认出 她就是在酒吧唱歌的那个小女孩 女孩拿出手帕 帮她裹伤 被勒出伤痕的手腕 女主感觉心里暖暖的 为了感谢女孩 女主解释自己头上的发卡 送给她 然后紧紧的抱住了她 小女孩又缓缓抬起双手 抱紧了女主 这一刻好温馨啊 这时市长已经带人 查到了小女孩家 疯狂的砸门 他俩赶紧顺着衣柜里的 秘密通道逃了出去 小女孩带着女主 疯狂的逃跑 后边的追兵紧追不舍 女主的体力实在很差 没跑一会儿又喘得不行了 停下来休息 女孩见状想过来扶她 结果一个没留神滑了下去 女主用尽全力攥着她的手 不让她掉下去 小女孩知道 女主现在体力已经所剩无几 再耗下去脸都得完蛋 让女主放手 但女主肯定不会对自己的恩人 见死不救啊 不愿意松手 这时女孩居然说 放手吧 求你了妈妈 女主听后想起自己 之前为了演艺生涯 狠心打掉了baby 孩子当时已经有心跳 原来眼前的小女孩 就是自己打掉的baby 她多次出现在自己身边 只是为了保护妈妈 女主痛哭流涕地对她道歉 说对不起 女孩说妈妈 能见到你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然后主动松手 顺着草丛掉了下去 女主悲痛欲绝地大声哭掉了 这时她突然醒了 原来之前发生的事情 都是一场梦 她为自己之前打掉 这么可爱的女儿后悔不已 放声嚎啕大哭 这时突然感觉 车被什么抬了起来 一看小市长的脸又出现了 我说过不能离开这里了吧 于是她再次被市长 强行拖了回去 这部片子可能大家没看太懂 宇哥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我觉得这一切 应该都是女主的幻想 或者说是一个梦 因为她内心的负罪感 让她幻想出了这一切 不然就说不通了 通过开始 女主手里本子 掉了出来的胎儿照片 能看出 这应该是最近才拍的片子 而且打太后的孩子 肯定已经死了 不可能活得下来 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 应该都是被家长打掉的孩子 因为他们是不被家长 所接受认可的 所以他们永远都 无法从那里出去 所有被打掉的孩子 都会被送到这个城市 而这恰恰是一个 不能被外人知道的秘密地点 所以当女主发现了婴儿时 他们就更不能让她走了 被女主打掉的女儿 其实一直想保护母亲 并且想帮母亲逃出这里 至于最后女主 梦醒后的反转 这应该是一个寓意吧 暗示女主 永远也无法逃离 自己内心的那份负罪感 其实宇哥是很反对堕胎的 他们可都是生命啊 我也看到过那些 触目惊心的堕胎图片 感觉实在太虐心了 活生生把自己的亲骨肉 强行杀害 简直太残忍了 而且堕胎 不但会影响女人 今后的生育 据说很多女人之后 还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胎儿的出现 是和父母之间的一种缘分 虽然宇哥并不信佛 但我是相信因果的 不管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他 如果你们没准备要baby 那么在与你的 另一半激情之前 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千万别为了逞一时之欢 最后遗憾终身呢 好了 我是宇哥 咱们下次见 亲爱的妈妈 你在哪啊 是不是眼神了 也想起了家 在外面打拼 你辛苦吗 女爱想你了 就回家过年吧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